OK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炮 第二把比赛的话 给兄弟们解说我们渡玩战林 渐回单挑赛 匹配魏弘风花果山的这一把比赛 这个渡玩渐完战林的话 也是新来打渐回单挑赛的一个 雪山的一个参赛应用员 反正胜率挺高的 87%的胜率 登顶门派第一 也就是魔王寨的第一名 所以说的话 PK的话打得比较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门派 遇上观战番之后的话 看一下观战番的一个PK的一个选择 好吧 比赛的话第三回合 观战番的话起牛进 对面的话 魏弘风的一个花果山啊 也是比较有套路的呀 就说说的话 我的视频 就是说没有那种拉7号 就说你们都认识 对吧 对于这种PK的套路啊 兄弟们 应该也能都看得出来 就是不是那种打大海龟 好吧 所以说的话 第四回合魏弘风的话 直接法凡大阵搞起 好吧 法凡大阵搞起 对不对 三个法术凡域 所以说的话 观战番的话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打 我觉得录一些那种垃圾视频 刷伤害没有什么意义啊 就这种 对吧 高手对决才有意思 才能学到东西嘛 OK 魏弘风这边的话 法凡大阵 感觉这个魏弘风的话 这个操作的话 比较像揪魔智啊 好吧 起来一把法凡大阵 观战番的话觉得自己伤害不够 对吧 来了一把限定激发 对面这个打法套路的话 就是法凡大阵托女时间 然后的话 花果山单体技能 伤害高 请你宝宝 打开局面 就是一个这样的套路 好吧 将限定激发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如果说我自己打造一个法系 其实法系这种配数啊 一定都要带电魂伞 真的 我觉得打这 就以我自己的思路来讲的话 我觉得打建魏弹招 法系根本不要带什么 壁垒击破 善恶有暴 力屁化伞什么的 根本不需要 法系要带的宝宝 凝刃引弓 对不对 凝刃引弓 对吧 然后的话 其他所有的宝宝 都是这一种 高看性的宝宝 高看性 对吧 法术防御 带镜台 带电魂伞 其实这种宝宝 也不是特别贵 说句心理话 对吧 有没有进阶110 都无所谓 就是怕对面 这种法凡大阵 对吧 只要你配数出的多 对吧 我就给你宝宝丢电魂伞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如果我以后要配个号 我肯定会这样配 对吧 这评论区的话 肯定就有人要喷 喷我了 配号配个脸三年了 我就这么跟兄弟们说 就说吧 表弟什么时候买地厅 我什么时候买号 兄弟们 好吧 你们别喷我了 去喷表弟吧 表弟什么时候买地厅 我就什么时候买号 好吧 比赛第四回合 不跟兄弟们开玩笑 10月份的话 孟宝宝门派会大改 就建议兄弟们 不管是我自己买号 还是兄弟们 要回归孟宝 可以等到10月份之后 对吧 看一下孟宝宝 大改的一个门派 再来选择 别 对吧 到时候买个门派 对吧 还没开始玩 门派就削弱了 真的 心态爆炸 真的 好吧 比赛实际回事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关在番的话 先离激发 保持全秒 关在番的话 PK的话 套路是没有错 但是关在番 唯一的一个 呃 也 一个小瑕疵的话 就是关在番 这个宝宝 没有电魂伞 你知道吧 宝宝有电魂伞就好了 就可能说追尺宝宝 有电魂伞 排面这个仙女没有 排面这个仙女没有的话 就导致这个仙女 只能顶要 懂吧 要仙女的话 要有电魂伞就好了 就真的会 有用特别多 OK 对面13回合宝宝逃跑 顶了个子星 预露丸 再顶一个大金 顶了两个子星 预露丸 对面出宝宝 关键盘起牛镜 关键盘出宝宝 没有选择起牛镜 魔王在这个门派的话 牛镜不能端啊 因为魔王在这个门派的话 特别怕那种临热隐功 因为这种隐功还好 就是那种单隐功 其实剑回丹家山 那种临热隐功特别好用 比赛初次回合 对面点倒关键盘 所以说对面出隐身宝宝的 你看没有 对面很懂啊 魔王在没有牛镜嘛 OK对吧 起牛镜了 就所以说 有没有牛镜很关键 关键盘的小孩 好像是要比对面 卫宝宝要慢一些 那就无所谓了 好吧 那小孩一只点拉 自己就可以了 那没有什么花招 小孩一只点拉就行了 对吧 对面显赢这个比赛 必须把这个小孩给给下掉才才才行 所以说的话 关键盘 射弹的话 可以拉宝宝贴一下这个左边这个小孩 所以面色 魔王在有牛镜啊 有感知效果的话 对面反正是一个一速嘛 一速出宝宝 二速皆奇妙 对面飞机 因为对面现在 如果说单体技能压魔王在 已经是没有用了 因为你压魔王在 关键盘 宝宝点答自己 等于说废操作 就说一说的话 对面这一把飞机没有问题 打出关键盘的163 应该是七席163 4728 增加28%的伤害 我们来看一下队员 魏宏峰在面对这个局面 对面怎么打 对面的话 持续飞机 宝宝看性可以啊 这个时候 对面能不能赢比赛 完全取决于这个宝宝 懂吗 完全取决于 这个先例激发 好吧 对面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先例激发给吓掉 吓不掉的话 这个比赛的话 基本上是没了 好吧 我建议对面的话 可以灵丹鬼气摇一手 破贴 破 破不动啊 这 因为法系的宝宝 跟物理系的宝宝不一样 法系如果带血腰带的话 本身速度就慢 所以说的话 孩子这种东西的话 就不用加特别多的速度啊 对吧 稍微加减速度 有一本高级敏捷就OK了 但是你物理系的就不一样了 你物理系的话 有一些什么三公物理系啊 什么带神马啊 那你宝宝对吧 如果说配鸟 配鸟阵的话 宝宝最起码得个1300 对吧 1300 1400带高米 就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物理系的宝宝 魔镜激发会比较脆一些 法系的宝宝看性会比较高一些 那这把比赛的话 那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剧本 应该 魔玩赛 要 KO对面了 好吧 对吧 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对面出了一个魔镜激发 你看没有 出来之后 宝宝一败绝美了 关键班 还有一个风隙宝宝在 对面宝宝 还拉不起人 有前四 比赛23回合 挺猛啊